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从报道看中间是那个产业链是蛮厉害的 就是说他们有人去采访一出来以后就有一辆车跟着 就是说他那个运游的车那个记者是跟那个运游的车 但是后面发现有一辆车跟着这像西方的侦探队 然后当那个车发现你记者的车跟那个运游的车以后 他们那个运游车就绕一个圈就回来了 他就不走去了 我告诉你要是真的 我们的那个有一家高新这个企业技术企业 专门就做这个提炼提勾油的事情 出来的油全都正光瓦亮啊 你根本分不出是射拉油还是提勾油 然后你去的时候发觉他神神秘秘的半夜操作 而且简直像军工厂一样就差中兵打手了 你说这个牵涉的人就很多了 这个我突然想起那个记者要进去 那不是James Bond啊 差一点进入 你想戒备这么森严 他要动用多少保安 你看他我别的不说 单这个细节 他每次运游 后面都跟一辆车来保护他的安全性 你说现在连银行送款都没这么高的代理 我跟你说 这个真是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兴趣 就像是最近很多这个电视剧我看出来的主题 没有地下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吧 我对这个地下这个事儿啊 咱们生活在大城市 但是大城市也有地下啊 但是我说的尤其是一些个边缘的 你们讲的这个 我都有体会 我当年曾经跟这个广东电视台一个记者叫蔡照波 我们去一个地方去采访 你知道哎呦 那都到哪种程度 对立两家 就跟我们电视台投诉啊 然后我们就去采访嘛 然后我们后来走在街上就发现 始终两辆摩托车 两个那个摩托车骑士 跟着我们走 跟着我们走 你到哪他到哪 然后晚上住酒店 他们就在外吧 你知道吗 就我亲身经验 然后你知道吗 问题在于啊 冲突的那一家 就跟我们告冤的告状的那家 又是什么呢 好 说我们给你约齐了采访对象 你来 来 我进了一个小小小小黑屋 说你们开机吧 我一看小黑屋里 小小小小板凳 坐一圈老百姓 每个老百姓手里拿一张纸啊 说你拿换天采访他吧 他是证人 然后这老百姓就照纸跟我说 你想想这个这种地下的斗争啊 你蹭你蹭蹭 最后我们是被追出那个地区的 你知道吗 两个就送我们走了 其实这个事情 任何一个地区 任何一个环节的公安局 不用别的局吧 就公安局 如果他要真的下决心做的话 要查的话 都是查得出来 因为他规模太大了 他这个面 你照他报道 现在是新华社还是人民日报 这是十分之一 那就是225万吨左右啊 我个人的安危这样想 他说全中国的是 一年消费油是2000多万吨 他们低购油是200多万吨 那理论上是十顿饭吃到一顿 但我算算远远不止啊 因为他2000多万吨 有很多是家庭里边在做 我没有太多机会在家里吃饭 很多时候都在外面吃饭 我也是啊 所以所以你们哪里是十分之一 我问你们 我问你们 你们喜欢吃火锅吗 到摊上去吃烧烤吗 去吗 我上次到重庆去 他们让我吃火锅 看看满锅的油啊 上面红乎乎的 那个油 我们先来看 今天我们组这个四川女孩 这边还跟我们提了一个问题吗 你说这个算不算啊 他说像四川火锅啊 他不是用的那个油吗 那是循环用的 但不是地沟油 就没进那个地沟 对吧 但是他说是循环用 我今天一听 现在连人的嘴 然后从嘴里再出来 那咱就是就在吃别人的唾沫呢 我又以为呢 我想这两件事情要分开 所以我们不能又把一个话题转到 又把那个AB的问题变成加一的问题 我们在讨论地沟油 突然现在人家跑出来说地沟油好吃 那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说不定猪油扎实好吃 可是他对身体不好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他讲的回锅油 我觉得跟地沟油还是两回事 回锅油好不好吃 另外一回事 就是说那种油 用过再用用过再用 不管他用多少次 那需要一些 现在人家都说了嘛 现在很大的一个关键是 根本缺乏客观的标准 就国家检测部门说 有关方面没有一个准确的科学标准 按照我们现在实用油的检测标准 你只要经过高纯度提炼的地沟油 是合法的 所以是鼓励你做质量好的地沟油 对 你要有追求 不能就这么出之乱叫 理论上说无限提纯 是不是最后他也能吃一个 不可能 不可能 因为为什么呢 一个不光是我们觉得 心理恶心 因为有的是从阴沟里出来 不光是心理恶心 还有一个就是说 一般来说地沟油 它里边什么黄曲霉酥啊 这种东西 就吃癌物质 特别特别多 为什么刚才说回锅油不能吃 也是这个道理 他一直在煮那个油 然后煮了之后 里边有很多很多 这个啦那个啦 那种垃圾食品 然后在里头 特别特别 你看起来是很黄亮啊 根本就没有问题啊 然后现在卫生部 说制定新的标准 新的标准 我看了一看 如果按照现在标准的话 主要就是有没有一些致癌物啊 有没有一些这样东西 从这方面来检测 他们说要从源头抓起 我的问题是 哪里是源头 是餐桌最后一条线是源头呢 还是那些饭店的厨房 推出厨余的地方 我对你说 每一个阴沟洞都可能是源头 那他从得倒垃圾 他从得倒 那就源头是从他倒进地沟的那个地方算源头 是不是 我的问题是 假如你现在 你是美国人啊 我问你 美国是怎么干的 就是说 就是说 那所谓源头就是说 要有立法 就是说所有的厨余 比方我饭店出来 我这么多东西 厨余 你还回去 厨余 所有的厨余 这不 拉进去 要分类吗 要分类吗 分类出来 厨余是可以卖钱的 谁都知道 但是问题是 如果卖给谁 这个收购厨余的人 要有license 要有东西 你得要有监管 他收购了以后 不去做食品油 他只是去做工业油 是不是应该抓这一环 这个他说到 说到位了 像我看了看 我虽然不是美国人 我看了看 那边怎么干的 就看了一下 他那边就是这样子的 就有专门的公司收购 收购了之后 就专门送到 生产这个工业油 生物油的那些 那些企业去 然后他有非常严厉的 捐管举措 而且也有 他有一条 因为你要不然 地宫油也怪可惜了 对不对 全能扔掉的 也不然 对 所以他就 可以是回到吗 对 是吗 这我不知道 他肯定是非诚在用 他有一个回生产线 这个是肯定是合理的 利用的好 是救救地球 利用的不好 是害了我们 对 就这样 所以我们 所以你说的源头 是那个源头 那个才是真正的 就是从产业上来说 要给人家一条路 就是 但是你这条路呢 你不能是暴力 你比如说你地宫油 说实话 咱们说地宫油 你在正光瓦亮的油 你心知肚明的 它就是比一般的油要便宜 你的 你的 就是便宜 打八折的 你买的时候 然后你去买便宜货 你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东西再漂亮 地宫的 他就 都自己拼自己 名字好听 米糠油 我不知道 就是说 那现在一般饭馆里 是不是去贵一点的饭馆吃饭 安全系数就高一些 除非你碰到这个白眼狼的这个黑店了 他卖的又高又用地宫油 那真是碰到黑店了 一般来说会差一点 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个源头 就是这条链呢 我们刚才讲是第一个头 那另外一个头就是上餐桌这条 上餐桌 照你的说法 只要这个饭店里的人 他买油的人 他其实知道这个油是来路有问题的 我正常是比方说一百块的 我现在七十块买来的油 其实有问题的 其实他是知道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在最后这道关 饭店如果查的话 查出来哪一家饭店 如果有用这个油的话 网上揭露这个连锁店的名字 贴一个标签 那这个损失是极大的 这条关能不能做呢 关键问题是你检测不出来呀 徐老师 真的是 你就是饭店他用了 他打了八折的油 他用了 你去检测 真的是现在检测不出来 除非叫那些厨师举报 就是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了 确实是 而且我上次我还写了一篇文章 他我们追来追去 到最后会追到说 为什么不监管 对不对 我们大家有七八个部门 来监管这个事 他为什么监管不了 到最后发觉都到了什么浙江农村 或者是北京顺利 他全都有那些农场 专门提供出来的 你看这个坑坑洼洼的那种菜 那种油 那种牛奶 那绝对保证绿色 绝对保证新鲜 所以我如果是能吃到这样的菜 我恐怕也没什么动力 去监管这个事 是真的 所以你说他问题在于 中国做假货的人 有时候他做假货花的功夫 比他做 水平高 水平也高 做的你 做真能乱真呢 乱真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村 中国整体厨房标准的奠定者 创造厨房一体化解决方案 整体厨房 我选欧派 有家 有爱 有欧派 要不你说 这个地沟油 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就是我觉得我国人民的 这个身体健康啊 是不是特别的异于 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个人 这件事情 其实现在传媒报道这个样子 事情发展到这样子 我觉得是肯定 现在肯定是要抓了 问题是用些